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个场景 超酷炫的视觉符号 香港歌手邓紫棋带着新歌回来了 我每个夜中周旋 我更差黑白的脸 正常别算就在眼前 任着心在目仓幻变 就站在爱与恨之间 天使梦会留在身边 画着每种点的圆圈 一首歌道破人性丑陋与贪婪 邓紫棋克服巨高障碍 吊钢丝悬空拍摄 为了达到魔幻效果 360度旋转外加自由落体 连他自己都说 这是拍过最辛苦的一支MV 走过合约风波 邓紫棋终于推出新专辑 主打歌《摩天动物园》 唱出一年来 从受伤到重新出发的心境 自我创作的还有这一首句号 中海的铁肺歌声 邓紫棋的独特唱腔 出道十二年的心路历程 统统化为动人歌曲 粉丝说邓紫棋的歌声太温暖 就连MV都选在台湾拍摄 飞去哪里呢 飞去台湾 遇到了 白的时候天亮 到的时候天黑了 江罗墾丁带紫棋用影像 记录拍摄日记 墾丁的海洋呢 我多年前看这个海角七号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肯定是超级无敌漂亮的 结果你真的来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 没有办法形容它的美 全程参与仔细要求 邓紫棋和导演的完美默契 从音乐到美食都看得出来 但回首七个月时间创作 新专辑诞生一路走来不容易 真的不能讲讲就想哭 四月高雄开唱 邓紫棋忍不住 低头痛哭 因为这是和钱东家合作的 巡演最终战 2019年初 邓紫棋宣布 和合作12年的经纪公司 终止合作 双方闹翻 邓紫棋陷入一段长时间的低潮 他坦言心里生病了 坚强一点 正常一点 我也其实不知道我今天干嘛 因为我又不是很伤心 我不是一个伤心的哭 我就是很多情绪 也许是不甘心 也许是可惜 也许无法相信 突然身边再也不是你 每首新歌都在反映内心情绪 新专辑中很久以后这首歌 邓紫棋整整录了八小时 最后没有一个能用 合约风波的震撼 让她真的很受伤 毕竟从出道以来 邓紫棋的演艺之路 一帆风顺也红得很快 我还记得小时候 无论我正在干嘛 比方说我在看电视 或者做其他事情 只要我妈妈一在弹钢琴的时候 我就跑过去她旁边 然后一直听 从很小的时候 邓紫棋就对音乐很敏感 很喜欢 五岁就尝试做词填曲 还征战各大音乐比赛 站在舞台上的邓紫棋 看起来霸气又自信 歌唱事业成功无比 但感情路却走得坎坷 我那时候是情商 非常的商 然后我就从香港买了张机票 就很任性地出走了去美国 在纽约街头上面看到 飞来的泡沫 它在阳光底下是彩色的 每个人看到就是泡沫 他们都是笑着对着它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可是为什么我看你这么美丽的景象 我心里面是这么的忧伤 不飘笑没法 天是风雅 在山沙中的谁呀 像是藏着迷地 偷偷的见面 和你追加一句 我们的尸体 我们的尸体